说的是,皇帝和他的臣子齐博雷公等人坐在名堂上,一问一答,讨论医学理论、经济、针灸的问题,后来就编成这部剧著。 前书包括灵书和素问两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论医学真酒治疗和经济学书。 灵书的书名,原来就称作真经,是真解的经典,它阐述了以九真为主的医疗方法和理论知识。 灵书经脉前,集中论述十二经脉的内容。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军汉沐出土的博书中,有十一脉的记载。 这是比灵书经脉天更为古老的文艺。 书中只提到九法、鞭石,还没有真法的记载。 这是博书中关于足阳灵脉的文章。 从博书十一脉文字到灵书经脉篇和素问脉解篇,可以看出经脉理论的形成过程。 米灵书所载的最为系统而浅念。 内经之后,有八十一难经,简传了难经,是阐述内经理论的重要著作。 其中,也有许多关于经学和真法的内容。 中医文献,昂如烟海,历代名医,如群心碳蓝。 古代名医,多数善用蒸酒制定,如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当我国战国至西汉市的名医,有扁鹊、汤宫等。 扁鹊不仅分晒临床各科,还运用蒸鞭、火酒、汤液、按摩、热运等多种疗法制定。 扁鹊不仅分晒临床各科,还运用蒸鞭、热运等多种疗法制定。 典缺、尊治国太子的婚禁,成为医学史上的美胎。 浩墨时刻中,这个气形神像,手里拿着石筋给您制定,这是神话了的典器造型。 公元二世纪,火国东二世纪的年医化国,以外科著称,他对斟酌应用也有独到之处。 他给曹操治头疯,是个著名的治疗。 临床上,应用备数学致病,常采用夹挤一寸的针刺方法。 这是继承了华陀的理念,被称为华陀夹挤法。 关于扁铀化国的针刺学术,后人还有文献记载。 与华陀同时的医学家张仲敬 著有伤寒杂病论 书中论汤液之外 也运用真法和酒法 如太阳病要赐风食风服短血 公元三世纪 我国近代史 针酒学家黄辅密 编辑了一部针酒加以经 这是将素问零书两书中 有关针酒的内容 加上名堂孔学针酒制药的内容汇编而成 这是一部体系完整 内容充实的针酒学专注 古代名堂孔学针酒制药 这本关于经学的早期文献 通过甲以经的转载保留到现在 书中总结经学总数为349个 从黄辅密相近时期的著名链丹家和医家 葛宏也提倡应用真酒 在葛宏著作《报复子》中 提到名堂流注和颜色图 在另一著作《走后备集方》中 也有关于真酒名堂流注的记载 这些都是指真酒精学的图书 葛宏的妻子道姑 也善用酒法 在随书荆棘剧里 还记载不少真酒名堂的书籍 几次经济荆棘剧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六到九世纪 在我国的隋唐时期 国家重视医学教育 设立专门医学教育机构 称为泰医术 当时对医学分科人数 修学年限 以及一端级别 都有具体规定 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 来选拔人才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鸟 被后人称为药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思鸟著有千斤药方和千斤义方 他认为人力致重有贵千斤 所以用千斤作为书名 书中才有真酒名堂 分养人民堂图 扶人民堂图 和侧人民堂图 原有的图像可惜已经试传 千斤药方中的明堂三人图 是吸取当时一家真权的研究成果 其中十二经脉以五色化线 其经八脉以绿色化线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用五色描绘的经学图 任太子文学之职的医学家杨胜善 更写了《皇帝内经泰素》 和《皇帝内经明堂》 和《皇帝内经明堂》